元宵节习俗上大家都会吃元宵来应应景 不过观众朋友您知道元宵和汤圆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元宵和汤圆主要是在于做法不一样 今天的新闻就要由专业的餐饮科老师来告诉大家 元宵节在传统习俗上大家都会吃元宵应景 不过你知道冬至吃的汤圆和元宵节吃的元宵有什么不一样吗 绝对不是有没有包线而是在做法上不相同 元宵跟汤圆不同的地方在说一个是把糯米粉加水之后变成一个外瓶下去包裹 元宵的时候是要用我们的煮骰子去把它滚用滚的方式 那么我们就来瞧瞧元宵是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就是要将元宵的内馅过水再放到煮骰子上 然后利用手的力道摇动骰子让馅料可以均匀的裹上糯米粉 而且这样的动作要反复好几遍才能够让元宵变得圆滚滚 滚的部分重点在于说你在沾水的时候不要沾的太多 就是稍微表皮有就好了 因为我们要利用那个水分把我们弄一份裹在上面 那如果你沾的水太多的话它变成全部黏住 像我们刚刚同学有时候在示范的时候量太多的时候 会把它完全没有办法分开 所以摇元宵可不是随便摇一摇就可以完成 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哦 而元宵节吃元宵有象征合家团圆平安的意思 所以大家在元宵节这天 不妨煮些元宵和家人一起分享 感受一下节庆气氛 记者成品站本期新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